我一直都不用成功和失敗對自己 我覺得這是一個句號 人們不要那麼容易失敗 失敗你現在還在就不是失敗 所以我用這種方法很刺激 由內地線廠老闆 到現在開始超過200間分店成為令式大王 林偉俊成功以門外漢的身份挑戰超市霸權 建立自己的阿信奧王國 由零食、急凍食品、化妝品 到現在連雲吞麵店都做了 究竟他是一個怎樣的企業家 今集讓我們來訪問一下他的成功方程式 我是一個反反覆覆 即是反思力相當高的人 每一件事、每一件事 我都會很周密地重新去思索 因為我始終是讀數的 邏輯性都很高 我的邏輯性都很高 所以在思索過程中的步驟全取 令到我對很多工作 將它比較容易釋戒得上去 我一直以來都很… 我自己很看數的 即是任何東西都是… 即是… 表現、任何人 我看數的 所以… 人情很淡薄的 有時候我自己反而是… 即是… 好像不太理會 是的 那些人說我好人 其實我不是太理會 是的 我覺得過了數就算了 即是…做生意的事 即是公司過得到就行了 是的 今年交到數就算了 不要這麼高壓 不要什麼要求 我就是這樣 即是看著 所以… 所以… 我現在做零售 我就是這樣 所以… 就是我自己要說 什麼牽制 牽制他大笨象 走贊道 所以… 一路變… 一路變… 其實… 這是我… 絕對是… 我覺得… 難得… 我自己… 又不是一個… 讀過什麼書的人 可以… 在幾十年裡的工作 在很多不同的同事 很多不同的環境裡 一路這樣跑過來 可以一路正悔了 所以… 有很多問題 很多人覺得… 其實… 覺得不應該處理 不應該這樣做下去 我都可以解決了它 即是… 作為一個外行人 走來做零售 別人覺得… 是的 我又好像慢慢克服了它 現在… 我現在… 又要搞一下… 讓人都搞了 又搞玩具店 又搞化妝品 一會兒又搞雲吞麵 又搞快餐點 是的 人家覺得什麼都搞 其實不是做生意的 其他計算素 我都是… 我計算我的數 我不斷在計算我的數 即是… 計算得對的 亦都有人的 那就讓他們做 我就是做這些工作 做生意呢 最重要不要勞忙 還有一件事 不要為自己貪圖 我現在… 咳… 很多人… 即是覺得… 嘩… 威啊 自己去做些… 想… 用來… 可彩的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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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人家問你開幾間… 嘩… 這樣會不會想一下 嘩… 你會不會做多些… 威一點… 我沒有的 我今次公佈說 將間數取消去 其實不代表… 我們是不發展上去 我們已經… 在整個內部裡面… 以後不再以幾間做為目標 是… 是… 我們規模化的生意 真是用生意的… 金額為一個數據說 不就是… 每次告訴別人 嘩… 二百五十間啊 嘩… 嘩… 這些就是… 走失了 很容易走到另一個位置 因為… 追求一些… 一些… 是應追求不應追求的 有人形容 林偉俊做生意 不會密守成規 亦都不跟業界的行規 問到他是不是有自己一套做生意的手法 他就跟我們分享 三個做生意成功的因素 說第一件事 我對自己很可憐 對我… 我… 對周邊的人呢 我不是對他們… 大方 相對上… 少… 低很多要求 是… 我很嚴苛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原因 自己都不能擔得成一件事 或者擇成自己 你很難做一個好的領導 有時 每一個人 多有辦法也好 活得太久 想不到事情 想不到什麼突破 再去推不上一步 只能夠維持 那… 那… 原來… 將過去的舊有智慧 拿出來的時候 原來是新的 變成一個… 新鮮的東西 現在是新鮮的 所以這個… 第二個就是… 重新將我過去的經驗 活化了去 去攻下 成功的… 有賴… 真名真 身邊有很多客人 身邊有很多客人 先是伙計 結果是有班… 很多伙計 現在我們… 有超過二十五年以上 還有四百多人 現在除了零食 急凍食品 家品 阿信屋還做了化妝品 雲吞麵店 之後更加會開設玩具店 阿信屋涉足的業務 越來越多 究竟林偉俊心裏 裡面有沒有一個周長的計劃呢? 我們做生意 不是自己想做的事 而是市場想要的事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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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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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裡面 林偉俊也提到 希望在飲食界發展 推出一系列的香港地道食店 即是… 有時.. 很滑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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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的人喜好 即是… 即是市場上也沒有這個需要 你知道為甚麼會這樣呢? 即是… 即是… 以前有些師傅 很多都60歲了 豬腸粉 白粥豬油炸鬼豬腸粉 我真的沒有騙你 我真的這麼騙你去準備食材這些人 阿筍陸現時有210間分店 而林偉俊就表示 除了有興趣做香港特色食店之外 現時亦都計劃開設日本拉麵店 未來更加會進軍時裝界 飽辦日行時裝 實行完全整個零售業 今集的時間又夠了 下集再見